猫,因为极具灵性,在民间被赋予了许多神秘色彩,有人说猫有幽冥之童,可见鬼魅,有人说猫生九尾,可同阴阳,有人说黑猫通灵,可户宅避邪,在西北地区,尤其是陕西,甘肃与青海一带的民间,甚至还有许多人世代供奉着猫鬼神,这猫鬼神与猫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? 他到底是个什么神,又为什么会被不少家庭世代供奉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陕西,甘肃与青海一带,是汉,藏,蒙,土等民族杂居的地带,在这里居住的人们虽然民族不同,却大多都信奉着同一个神灵,即猫鬼神,猫鬼神,顾名思义,是一种由猫所化,形象似鬼而能力类神的邪神, 与我国东北地区民间信奉的四大门类似,四大门,极指狐,狐狸,黄,黄鼠狼,白,刺猬,柳,蛇,这四种极具灵性的动物,东北民间认为这四种动物具有超自然的力量,一妖一仙,可以保家招财型好运,猫鬼神虽然与四大门类似,但却更加诡秘协议,据说,猫鬼神有非同寻常的能力,能为供奉者敛财,守财,寻找失误, 而他的协议之处就在于他为供奉者敛财,守财的方式,猫鬼神为主家生财的方式是,偷取别人家的财物拿给主家用,据说,他甚至可以把别人家做好的饭菜偷回来,给主家宴客用,猫鬼神为主家守财的方式更加神奇,据说,猫鬼神把主家的东西都默认为是自己的,而他又是个极其小气的神仙,坚决不让别人拿自己的一点东西,连一杯茶都不行, 传说,有人去供奉猫鬼神的人家,借了两斤猪肉,回家后,妻子腹痛男人,这人把猪肉扔出门,妻子立即痊愈,且供奉猫鬼神的人家,在嫁女时不能用家里原有的东西做嫁妆,否则猫鬼神就会把他重新偷回来,猫鬼神不仅在钱财上小气,还比较容易生气,如果有人触犯到了他,或者他的供奉者,他就会给惹伤他的人带来惩罚,令其轻则丢物,出丑,重则重病缠身,家破人亡,虽然猫鬼神, 非常协议,但人们亦有防范他的方法,猫鬼神虽被称为神,但却是个邪神,所谓邪不压正,他害怕真正的神佛,不敢去寺庙,他还害怕文字,因为文字是苍杰德上天启发所造,含有天的力量,所以,在有猫鬼神这种信仰的地区,人们会在贵门和贵重物品上放置印有文字的铜钱,用以防止猫鬼神前来偷盗,猫鬼神如此诡秘莫测,信奉他的人平时,又是怎样来供奉他,让他供自己去, 在地区时呢,民间供奉的猫鬼神有两种来源,一种是供奉者从自己的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,一种是由供奉者自己炼制出来的,因为供奉者的习惯不同,所以炼制猫鬼神的方法也多有不同, 有的地区是供奉自己家里正常死亡的猫,他们会在家猫正常死亡后,把它供奉在干净的房间里,点灯上香49天,即可炼成猫鬼神,有的地区是供奉猫头,他们会将已经死亡的猫的脑袋取下,把它用特殊的方式处理一下,再把处理好的猫头放到屋顶正中间,送经百日,直至炼成猫鬼神,还有些地区相对比较随意, 他们中有的人供奉自己家里的活猫,有的人在家门后,墙角里准备一个小碗,碗中放上饭前从锅中盛出的米饭,日日烧香祭拜,直至炼成猫鬼神,不管用哪种方式炼制,一旦炼成了猫鬼神,供奉者就必须遵守供奉猫鬼神的三条规则,第一条规则是,供奉者要新成,新成是猫鬼神和其供奉者最基础的连结纽带,所谓新成则灵,新不成,那么一切灵异也就无从谈起了, 第二条规则是,供奉者要给猫鬼神提供特殊的供奉场所,因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,猫鬼神的供奉场所也各有不同,但大多数情况下,炼制成功的猫鬼神都会被供养在高处,第三条规则是,供奉者要给猫鬼神特殊的供奉,他们必须在每次吃饭前给猫鬼神上供,还必须供奉他爱吃的东西,并要在供奉时小心谨慎,以免触怒猫鬼神,俗话说,世间万物皆有姻缘。 为何猫鬼神会在青海等地世代流传呢?他如此繁多,复杂的炼制方式和供奉习惯又是源自哪里呢?关于猫鬼神的起源,民间有许多种传说。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,江子牙在封神时,给自己的老婆随手封了个小神,名为猫鬼神,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,猫鬼神也有迹可循,他最早出现在隋代,据史料记载,独孤陀因驱使猫鬼害人敛财,最终自食恶果。 除此之外,千金方中还记载了杀死猫鬼的方法,本草纲目,中意有关于被猫鬼所伤的治疗方法,种种迹象足以表明猫鬼神历史深远。 但实际上,人们对猫鬼神的这种崇拜,起源于动物崇拜,古时代,人们因科技水平低下,生活困难,喜欢将许多东西神化,其中就包括对动物的崇拜,粮食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东西,却总是容易被老鼠偷吃。 所以,天性喜欢捉老鼠,又善于捉老鼠的猫,便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,并渐渐衍生出了猫鬼神这一精怪传说。 所以,即便流传了千年,猫鬼神身上依然保留了猫的习性,比如偷食物和把偷来的东西送给主人,表达爱意。 虽然鬼神之说未必可信,但不论猫鬼神的供奉者出心如何,这在青海地区世代相传的猫鬼神文化,都始终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传承,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。 就在于它能如海纳百川般,包容所有不同的文化、信仰与观点,猫鬼神之说虽然不可思议,但它的存在对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与价值。 就是西北民间有不少人家奉似猫鬼神,主要就是因为迷信其具有非同寻常的神力。 其一,认为猫鬼神能为供奉者敛财,很多地方传说猫鬼神白天在阁楼上睡觉,到了晚上就开始行动,往家里运送金银财宝,绫罗绸缎等。 其二,认为猫鬼神能日行千里,尤其耳朵特别灵,能很快找到失踪的人,牲畜和物件。 其三,据说猫鬼神还能为供奉人家守财,传说猫鬼神是个小气鬼,喜欢拿别人的东西,却绝不让别人拿自己的东西。 所以,大凡供奉猫鬼神的人家,乡邻们都不敢去借东西,甚至连他家的茶都不敢喝,怕猫鬼神报复。 从史料来看,猫鬼神崇拜的历史很久,早在隋唐之际,猫鬼在社会上就颇有影响。 例如,隋书《外妻传》便记载了独孤皇后,隋文帝阳间之后,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,为贪求财物,对自己的姐姐和越国公杨素之妻使用猫鬼巫蛊,事发后侥幸逃过死罪,被贬为庶民。 而对于猫鬼神的来历,民间则有多种说法,其中流传较广的一种,认为是江子牙在封神时,无意中将自己刁钻的老婆封为猫鬼神。 但在实际民间信仰中,猫鬼神却具有浓重的乌骨色彩,通常,猫鬼神的来源主要有两种,一是从祖先手中传承而来,这样的猫鬼神就具有了家神的特征,影响供奉者家庭世世代代。 连绵不绝,二是通过一些方法将普通的猫变成猫鬼神,以受供奉者奉刺和意识生成猫鬼神的方法。 不同的地区有各种花样,有供奉死猫的,有供奉活猫的,不易而足。 比如,有的地方在家猫死后,把猫头割下,用绸缎抱起来,置于屋顶正中,然后诵经一百天,认为这样便使猫的灵魂聚集成形,生成了猫鬼神。 据说猫鬼神能给供奉他的人家带来财富,保一家之富贵,但同时,供养他也要十分谨慎,因为猫鬼神也是一种极为小心眼的邪物,稍有差池,得罪了他,反而会祸害自家。 因此,一些在猫鬼神帮助下富裕起来的人家,由于担心猫鬼神突然变脸,往往选择施法赶走猫鬼神,以保永久富贵,无人供养,流窜于民间的猫鬼神,除了被人撵走的,主要是意外死亡的猫成精或自然成精等等,往往都是猫妖,能幻化人形,迷惑百姓,而且异常歹毒,动辄取人性命。 于是民间也流传很多降服猫鬼神的方法,比如,传说猫鬼神惧怕带有文字的东西,因为文字含有上天的力量,他尤其惧怕铜钱。 因为铜钱上有文字和皇帝的年号,所以,老百姓常在家中悬挂铜钱,以防范猫鬼神,或者将铜钱放在贵重物品上,拴在柜子的把手上,以防只受人供奉的猫鬼神来家中盗取财物。 从民俗学的角度说,猫鬼神信仰属于民间精怪崇拜,及万物崇拜中的动物崇拜行为,在历史文献中,以及民间传说中,都记载和流传着很多他的故事。